日本副首相相麻生太郎近日炒作《每日一同》保台 不光引得五角大楼发言人出面强调 美国持续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7月6日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也紧急出来灭火 他表示 我们支持强健的美台非官方关系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们完全了解其敏感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坎贝尔数次表示 自己要非常小心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多年在印太事务中打转的美国高级官员 从奥巴马时期 就是负责和中国有关的核心事务 在拜登时期更是成为该事务部的主管官员 并成为拜登的主要幕僚之一 可以说坎贝尔说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拜登政府的话 联合新闻网称 这是拜登政府首度明确表态 不支持台湾独立 台湾联合报进一步评论认为 坎贝尔的贤爱之音是 只爱符合美国利益的台湾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 因为台独对于拜登政府并没有好处 如果台独分子行动过于激进 我们直接把台海问题彻底解决掉 美国就失去了一张 能够用来对付中国的王牌 其实民进党内部对美国的态度 也有所感知 4日被民进党视为头号军师的邱一人 刚与陈水扁对谈时称 台湾要宣布独立 不是台湾人民自己可以决定的 这说起来很残酷 但这是现实 这要考虑国际形势 考虑中国大陆可能的作为 甭说中国大陆会打我们 据我的了解 美国根本就不赞成 联合新闻网称 邱一人所提到的观点其实是常识 若台湾有了错误选择 地缘政治的优越条件 也挽回不了台湾可能面临的灾难 台湾的未来其实从来没有独立 这个选项 中时电子报7日发表社论称 尽管美国为了遏制大陆 而大力强化美台关系 但至今仍然坚守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湾的国家身份 不支持台湾加入 以主权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 与此同时 北京实现统一的意志 越来越顽强 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在这个现实之下 妄想台湾独立 完全不切实际 对于拜登政府明确表态 不支持台独 台湾外事部门发言人 欧江安7日上午做出回应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欧江安声称 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 已多次强调对台湾的支持 坚弱磐石 积极联合盟友表达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 欧江安还不忘对美国政府 捐赠给台湾的物资 表示感谢 对此有岛内网友留言叹息 唉 被打一巴掌 还要上去倒帖 有网友问 继续鸵鸟心态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认为 美国给民进党一个明确的提醒 蔡政府在两岸关系上 过度对立的政治操作 不但已经让两岸陷入 逐渐难以挽回的僵局 更影响美方战略模糊下 可以保持的弹性 冲击区域稳定 她认为 拜登政府类似的宣誓与表态 不但是向大陆释放善意 宣誓回归美国传统外交路线 更是意图拉紧民进党 早已松落的僵声 江启臣称 不论是民进党内部的声音 或是美国政府外部的提醒 蔡政府都应该认识到 在现有的国际形势和两岸结构下 台独之路是走不通的 拜登政府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的说法 引发岛内网友讨论 台湾忠实新闻网称 有人在脸书发文问 民进党当局整天在喊抗中保台 现在到底醒了没 挺韩国瑜的脸书粉丝专业 韩黑父母不崩溃称 民进党以及他们的侧疑近日 一直在广传的 对岸武力犯台 每日将联合协防台湾 如今如梦一场 当场被美国戳破 民进党也是厉害 逼得美国必须如此赤裸地表态 不支持台独 跟台湾只有非官方关系 该天文也引发其他网友讨论 在底下留言表示 又被美国爷爷打脸了 美国从来都把台湾 当作抗中政策的提款机 有网友讽刺 美国不会让台独独立的 你有看过开门大爷独立的吗 开门大爷独立 就变成失业的了 这其中最尴尬的还是日本政客 被拜登忽悠的日本政客 一会联合美国用威慑力量介入 一会要保护台湾 一会称台湾为国家 几乎疯狂地倚仗美国来干涉台湾 结果美国说不干了 这让菅义伟如何下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拜登政府表态不支持台独 与王毅外长的一番表态也有关系 近期 拜登在见完俄罗斯总统普京后 发现没能对中俄关系 起到想要的离间效果 于是又想见中方领导人 当中方对此既没答应 也不反对的时候 拜登眼见碰壁 又想派国务卿布林肯 访华缓和中美关系 为中美峰会铺路 在前两天的一场会议上 有记者问王毅外长 中美高层是否有接触计划 王毅外长当场发出王之蔑史 喝得一声后 表示中方当然希望恢复对话 但是前提条件是 美国拿出诚意 在此期间 中国会办好自己的事情 中方传达出的外交态度 美国想必是看懂了 拜登政府所以才首次 在涉台问题上表态立场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 这一点点的诚意 如果只是口头上说说 谁能保证过几天美方又改口 毕竟白纸黑字的事情 美国都敢不认账 更遑论这仅仅只是一句话 从拜登上任以来 就一直强调美国是认同 并支持一中政策的 但是在认同的时候 妨碍美国向岛内 释放错误信号了吗 为什么自从拜登上任 台海就一直不平静 甚至这种波兰 还从台海 南海 蔓延到了东西 对此美国真的不是有心的吗 如今却突然承认自己 不支持台独 说是没打什么主意都不可能 就像国人说的一样 拜登很有可能是 黄鼠狼给机拜年 不安好心 毫无疑问 无论是从今年3月 在安克雷奇举行的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还是往后中方高层 在各个外交场合 所释放的信息 包括从这期 北约峰会声明 提台海问题后 解放军所做出的 强势回应中 拜登政府经过多轮的试探后 应该读懂了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即 明白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会不惜一切代价 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 在台湾问题上 中方没有妥协的余地 没有退让的空间 不容挑战 但是 在这个基础上 拜登还是不会放弃 台海这张牌的 毕竟 一来 拜登从来不是认输的人 二来 坎贝尔也说了 美国虽然不支持台独 却支持和台岛建立 长期的非官方关系 这很显然是在留后路 打得两手抓的主意 先暂时歇一歇 搞好一下和中国的关系 以后再继续捡起台海这张牌 毕竟 现在美国早已是筋疲力尽 国内国外的压力 都让美国加速衰败 所以这个时候缓一缓 美国也能休养生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此前发出警告 他们的债务规模 已经达到28万亿美元 远超22万亿美元的上限 与此同时 美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出预警 2021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 可能飙升至3万亿美元 占GDP比例将超过13% 这个比例数据将是 二战后第二高水平 如果8月不提高债务上限 就会发生债务违约 并爆发债务危机 更何况财政赤字 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拜登还在强推 所谓的上万亿美元基建计划 可见美方释放求助信号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再不满美债 美国就要爆发新一轮债务危机了 美国人骨子里的傲慢 注定了中美之间 只会有一时的和平 当年中美不是一样建交了 但是最后的结果 依然是现在这样 所以只有在中国人 比美国人强大数倍的时候 美国人才会放下傲慢和自我 最后也不能排除 美国会在中国放松警惕的时候 背后再搞小动作 给中国一击重击 所以中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因为美国现任值真的很低 每一个相信过美国的国家 下场都很惨 蔡英文们所代表的台独势力 是否会因为拜登政府 丢出这颗重磅炸弹警告后 而不敢轻举妄动 不敢再加码挑衅 进而让台海紧张局势降温 值得期待 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就这样